联盟大师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首先今天是农历23 祝大家小年快乐 本赛季NBA常规赛进行过半 勇士战绩为21胜21负 因为主要竞争对手都输了 太阳队布迪森林狼队 快船队布迪绝筋队 勇士队凭借这场胜利又回到西部第六位了 此一勇士收获很多 全队共8人得分上双 像库里和汤普森 实际上都没有发力 马茨有包夹过库里 无奈勇士全员都能站出来 导致马茨防守敦顾此失禀 说到这里 你不得不承认库里牵引力的强大 当他在场时 勇士很多人都能轻松跑出空位机会 少街有个时间段 库里自己上蓝得分后 随后助攻卢尼吃饼 逼迫波波波围棋 在两分钟的时间里喊了两个暂停 可见库里是个极大的威胁 随后的回合里 库里其实都没有着急出手 毕竟队友们状态火爆 库里根本无需发力 特别是第三节 当时汤普森连得7分 维近四三分球也进 接着库里三分蓄上火力 给我们的感觉是库里打得随心所欲 至于莫竭 库里已经没有再登场的必要 汤普森只出手了十次投篮 不过效率极高 除了第三件连得7分外 其他时间汤普森都打得很轻松 最近这段时间 汤普森的高效表现是持续性的 对阵劳英曾砍下了54分 据统计 汤普森进六场比赛 和利命中了33季三分球 说明他已经完全找回了手感 除了水花兄弟外 伟森四今天的发挥比较全面 防守端亮眼 不过进攻端仍需要找状态 托尔得分为勇士全队最高 面对顺风球这种局面 托尔确实能打出来 再就是迪文岑佐 看成是勇士今天的最大惊喜 他得到22分7篮板5助攻 其中刺激为10分 无论是补篮集平三分 还是空切扣篮都能把握住机会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篮目和目的 他们同样可圈可点 比赛结束后 库里接受了采访 谈到本场胜利时他说道 这很令人兴奋 我们得在接下来的课场之旅中 找回之前的状态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处于相同状态 我们需要这样做才能打好这次课场之旅 库里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希望勇士能延续今天的势头 开启一波连胜 勇士接下来的对手是公牛 奇才 旅君和骑士 全是课场作战 库里为此充满了自信 谈到伊格达拉的表现时 库里表示 我们都期待他重返赛场 享受篮球队他的意义 他看起来很棒 他在攻防两端依然是纳的伊格 看得出来 库里很希望伊格达拉能上场 据统计 伊格达拉本场数据为5分4篮板 表现不俗 谈到勇士本场命中了18季3分时 库里表示 我们出手很多3分 我们能投进很多的3分 我 克莱 维金斯 普尔都能投3分 踢步席上的迪文残佐 摩西姆迪 篮目也有3分能力 所以 我们队有很多这种球员 只要得到了好的出手机会 我们就是有信心能把球投进 随后 谈到本场取得大胜 对于勇士会有怎样的影响时 库里则回复道 这种比赛很重要 真的让联盟都知道 我们仍然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番话可谓相当霸气了 库里认为勇士就是总冠军级别的球队 即便战绩不是很好 但任何对手都不能轻视他们 或许这场大胜会吹响勇士反扑的号角 实际上他们目前的局势很不错 快船今天输给了绝金 这让勇士升到了西部第六的位置 落后第五的独行侠2.5个胜场 勇士现在最需要的是 维金斯进攻端手感复苏 一旦嘴哥也迎来爆发 那么全阵容的勇士无一混是超级强队 另外 赫尔今天做出了战术上的调整 库里回归后 让迪文曾佐承担替补席控球职责 而普尔专注做中节点 效果看起来相当好 同时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 勇士是过去16年时间里 第一支赛程过半弹胜率 接近五成的未免冠军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0607赛季的热火 在拿到总冠军后 接下来一个赛季最终战绩为 44胜38负 季后赛首轮0-4被公牛横扫 本赛季勇士确实遭遇很多不利局面 比如库里和维金斯的长时间休战 比如普尔状态的起伏 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就是上赛季的板凳匪徒 全部离开 新赛季科尔要重新培养库明家 南姆 迪文森佐 齐罗姆等人 上个赛季 勇士一路高歌猛进 最终捧弃总冠军奖杯 主角麦克布朗如今称国王主帅 带领国王占据西部第五的位置功不可没 此外 像波特 别利查 小佩顿 达米安里包括拼命三郎安德森 都有自己的贡献 特使休赛期 勇士一个都留不住 波特两年1200万美元签约猛龙 别利查落叶归根 回欧洲打球 达米安里被太阳牵下 安德森被护人抢走 小佩顿最可惜 三年2800万美元被开拓者高兴挖走 如今赛季过半 昔日勇士就将加盟新球队后 都陷入挣扎 安德森本赛季只打了22场比赛 场均2.6分2.2篮板 可有可无 奥托波特只打了8场比赛 直接赛季冒销 而小佩顿更是缺阵了38场比赛 说起小佩顿 勇士球迷肯定觉得可惜 勇士时期的小佩顿 场均17.6分钟时间里 能够拿到7.1分加3.5篮板加1.4助攻 竞销率之稳居联盟前二十 在勇士效力了一年多时间里 小佩顿无论搭档库里 托尔还是克莱 都能起到自己的作用 防守的突然逼强 协防的意识判断 以及投机能力不逊色 提呼的阿尔瓦拉多 多次利用库里吸引防守注意力 通切包扣 包括他还算不错的三分投射 小佩顿除了个子不高 其他都完美适配勇士 但去年夏天 勇士真拿不出开拓者 那样的报价 甚至无法接近那个报价 在和凯拓者签约后 小佩顿在去年7月进行腹部手术 解决核心肌肉受伤问题 11月遭遇间歇性疼痛 包括此后的脚踝受伤 赛季打了一半 小佩顿只打了三场比赛 场均三分 2.3篮板 二助攻一抢断 看小佩顿这三场的进阶数据 确实漂亮 有效命中率和真实命中率 均为90% 联盟第一 防守效率106.3 联盟第二十九 队内第一 可以说是开拓者防守 强有力的补充 但是有两点解决不了 第一 开拓者没有库里这种 大量有球无球相结合的超级巨星 破坏对手的防守体系 小佩顿很难发挥自己的价值 第二 开拓者其他队友 整体层次太差了 佩顿要给西蒙斯补防 要给下部掩护 要收缩内线 替尤班克斯参与胡话 简单来说 开拓者希望小佩顿 发挥在勇士时期的水平 做不到 休赛期离开勇士的旧驾 也就达米安里 在太阳撑起了一片天 因为太阳实在是无人可用了 剩下的球员 要么赛季报销 要么沦为坎坷 要么被意志发挥 不少波特篮球迷 甚至直呼小佩顿为战地记者 在勇士全力出击 来开拓者打养生篮球 被猛龙抢走的奥托波特 更可怜 本赛季一共只打了八场比赛 两次四点三赛 遭遇脚趾脱球后 原本希望一月份迎来付出 结果伤势比较严重 选择接受左脚手术 直接赛季冒销 猛龙球迷也把其撒到勇士这里 为什么他们能在勇士打那么好 到其他球队就挣扎了 实话实说 就是库里体系 防守端 库里不犀利 按照库里的身体条件 他应该是对手主攻的针对点 但任何球队在库里这里 都逃不到便宜 相反 科莱却经常被针对 作为球队核心老大 他的防守态度能影响身边所有人 所以上赛季的勇士 角色球员都很能防 他们也颇为珍惜代表勇士 和库里并肩作战的机会 在进攻段 库里大量的无球跑动 拉扯对手防线 能够轻易给小佩格 波特他们创造输出环境 而库里持球 无论是冲击篮下 还是借掩护轰三分球 当对手把注意力放在库里这里时 只要角色球员态度积极 努力找寻空间 数据根本不用担心 库里或者格林一定能把球传出来 其实过去几年 从勇士离开的球员 大多在新球队打得都不算好 比如帕斯卡尔 比如乔丹贝尔 再比如本赛季的波特和小佩队 以及安德森 他们这种反差性的表现 恰恰体现了库里和其他超级巨星之间的不同 有些球队核心根本不在乎防守 有的球队核心根本不在乎给角色球员创造空间 有的球队核心才不会自己做脏活累活 成就身边的人 当然 如果未来某一天他们被裁掉 能回到勇士的话 那肯定又是如同虎入平川 角楼入海 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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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